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收入低于13万的人将收到2000块钱一个月的救济金 然后直到失业率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就是说至少要发6个月 然后这就是每个月2000反正要发6个月 当然不知道这个提议能不能生效了 此外呢我是生活在洛杉矶 洛杉矶线呢已经通过了一个房租援助项目 它呢就是说最高可以减免3000块钱的房租 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提议通过以后 租户呢每个月可以得到1000块钱的资金援助 然后持续三个月 洛杉矶呢大概55%的人都是租房子住的 换句话说呢就是租房比例特别高 然后有的人呢因为疫情的原因 非常影响自己的工作加生活 所以呢这些方面还是能体现出政府 还满为老百姓考虑的 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内容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